甄嬛传娘娘家庭背景大揭秘 原来复查贵人的出身比华妃还高 在后宫里家是拿得出手的才是最重要的 甄嬛传的娘娘们家庭背景一个比一个豪横 甄嬛精灵前五都挤不进 第十三位出头鸟齐二哈 虽然齐妃位分比较高 但她是罪臣之女 你父亲李知府 因为受贵已被先帝流放 她之所以能走到这个位分 最主要的是生下大清巨人三蛋了 整体来说就是母平子贵 第十二位 蒙狐立爪曹琴墨 也没有特别显赫的家世 主要是依靠华妃的提拔 生下威仪之后才被升为贵人 第十一位拧巴安玲蓉 没想到她竟比曹琴墨地位还高 安玲蓉的父亲是个八品官 在和她同批进攻的小主们里算是最低的了 第十位吃货唇二 她的家世在剧中并没有明确提过 在唇儿侍寝后 向帝后提出要搬去和桓桓一起住的时候 安玲蓉暗戳的吃醋 说她和桓桓家世差不多 性格已合得来自然可以挖到一起 而且唇儿刚进攻的时候也是被封为了常灾 可见唇儿的父亲和桓桓的父亲官职也是差不多的 但唇儿是满军起 自然是高于甄玲的汉军起了 第九位一丈红四季妹 你可知 你得罪的是包衣左领家的小姐夏冬春 夏冬春一进攻就男生是炫了一把 虽然她的父亲和桓桓的父亲都是从四品官 缺别是包衣左领可以世袭 但是大理寺少卿可能说没就没了 第八位甄环 前妻甄环的地位那是比夏冬春低一点 后期四大夜给她抬齐后 臣妾是扭护路甄环 地位那是高的不是一点半点了 第七位丽萍 虽然剧中没有提到过丽萍的出身 凭借她在宫中的地位来看 和打拼多年的敬拼平起平坐 自家的出身也不会太低 第六位美丽愚蠢齐贵人 她的阿玛士都察院左都富裕史 属于正三品官职 齐贵人一进攻就比别人的起点高 可惜一手好牌给她打得稀巴烂 第五位沈梅庄 美姐姐的父亲是冀州左领 是汉军旗香皇旗一进攻就被分为贵人 是这批进攻的小主门地位最高的 第四位易格殿娘娘 端飞的家世和华飞有的一拼 同样都是将门之女 四大夜用制衡之术 让端飞打掉华飞的孩子 就是忌惮她家族的地位 第三位华飞年世兰 凭借年庚瑶的军功和娘家的实力 在后宫也算是过得风生水起 出身汉军旗 在清朝满军旗作为当时的嫡系部落 相较于汉军旗 在当时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尊重 所以如果按照出身的话 华飞是比复查贵人要低的 第二位复查贵人 满军旗出身复查氏 是满族八大兴之一 实力可以说是雄厚了 要论出身华飞都比不过她 第一位就是乌拉纳拉遗修了 作为四大夜的皇后 后宫之主是满洲正皇旗 正一品大臣费扬古庶女 家世显赫 地位有多尊贵 那就显而易见了 三点 酰